評審委員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今天要講的是 普出一片色彩 是普馨瑜的行銷企劃書 大綱的部分 我們主要會著墨在行銷架構 策略及執行方案 預期效益 文創元素分析 有兩個部分 文化跟創意 文化是由普馨瑜的生活經驗 他作為一個畫家的一生故事 來教育民眾增加對普馨瑜的了解 創意 則是由文化走入民間一般日常生活 譬如增設藝術見賞課程 讓一般民眾也可以欣賞到普馨瑜的畫作 企劃構想分為四個 文化體驗 藉由舉辦巡迴特展 餐廳的情境設計 來讓民眾可以體會到普馨瑜的生活環境 以及他的方式 文化參與 則是由基金會舉辦的 一見賞課程 拍賣會 以及旅遊行程 讓民眾也可以參與到普馨瑜的文化 文化傳承 則是由年輕的藝術家 可以以普馨瑜的角度 展現出自己的轉場 那麼最後的文化創新 則是由傳統文化融入現代轉場 有兩個分析模式 一個是swat分析模式 一個是stp分析模式 首先我們來看swat分析模式 優勢的部分 我們有豐富的私生資源 也有多方面的組合配套 我們會結合一些餐廳 或者一些公司 去做一個異業結盟 再來是劣勢的部分 因為華岡博物館位置偏遠 再加上普馨瑜的名氣也不太高 所以會導致一個劣勢 機會的部分是 學校都會提供文化 就是兩岸的交流 還有會提供一些產學合作的管道 威脅的部分是因為市面上的 各類的書畫文創商品已經太多了 導致我們的客群分散容易流失 再來是我們的stp模式 我們主要 我們主要會 目標客群是比較主要 青年學生以及專業人士的部分 去做為分析 青年學生的部分 我們會提 我們會鼓勵學生 就是兩岸的學生 去做一個文化的交流 專業人士的部分 我們是會舉辦拍賣會 然後拍賣到的錢 金錢 我們會去做一個慈善的捐款 順便提高普興域的名氣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行銷架構 那我們主要是以基金會作為主體 一分為六個小項 那其中第一個小項是網路社群行銷 那主要是會有 互聯網平台網路銷售推廣 以及福興於作品官網以及部落 部落格行銷 再來是公關戰術 主要是 操作新聞媒體 那再來是展廠行銷 主要是 在負責了 黃河博物館 以及建國南院的策長 還有Google虛擬博物館的計畫 那再來第四個是 藝術品租賃 那主要是 創設藝術品租賃 以及買賣交易平台 那再來第五個是 複合式餐飲經營 我們為福興於創造的一個文創餐廳 叫做新魚文創餐廳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 文創商品開發 那主要的話就是 開發福興於系列的文創商品 以及買賣交易平台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 文創基金會定位 以及工作規劃 那我們基金會的定位是 統籌福興於作品推廣計畫的 中介經濟 以及負責聯繫跨界異業合作 還有開發潛力藝術家 還有推廣普興於畫展之策展 那我這邊就先講一下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會用作品官網 以及Facebook的專業 那主要是 我們會利用 行銷數據分析 來抓住客群 並進行行銷 那接下來我們會創造一些品牌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互聯網以及藝術品 那接下來我們 接下來的話 四五點的話 就是策展的部分 就是華岡博物館 以及建國南亞的部分 那第六個部分 就是Google虛擬實境博物館 好 再來第七點的話 是與北京公王府博物館 以及華岡博物館 普興於館的合作 就是策略聯盟 那第八點的話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文創餐廳以及咖啡廳車展 第九點的話 就是普興於畫風建賞課程 那再來第十點跟第十一點的話 主要就是 就是進行買賣交易的平台 以及拍賣 市場 我們將會跟大家解釋 我們的行銷策略 以及執行方案 首先我們要看看 我們的行銷企劃目的 第一個是 提升普希玉的知名度 第二個是 增加普希玉以及 化作的媒體曝光率 以及增加觀眾到 博物館的參觀率 第三個是 強化普希玉博物館的特色發展 第四個是 提升大眾的 普希玉博物館的認知度 第五個是 活絡普希玉作品的流通 以及建設 接下來我將會更詳細的為大家解釋 這 我們整個這幾個目的 如何去做 首先我們先看看 我們的行銷策略 以及執行方案 在這方面 我們分為AIDAS 首先在A引起注意的方面 我們會通過 YouTube 以及電視節目 等等的管道 去增加大眾 對普希玉的認知 以及提高普希玉的曝光率 然後第二個是 增加興趣 我們通過咖啡館 客製化編輯器 藉由故事等等 加深普希玉的 一個普希玉在大家心目中的 一個印象 接著在他們 在其中的參與當中 就會逐漸更加進一步的去 天真他們對普希玉了解的興趣 然後在刺激欲望的部分 我們會通過 作品租賃 拍賣 建畫課程等等 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走進普希玉的世界 接著有一個群眾效應 當他跟身邊的家人朋友 去分享的時候 一傳十、十傳百 就是進一步的達到我們的 提升口碑 以及引起大眾注意 增加附加價值 以及提高銷售率的一個 一個意義 然後到處此行動方面 我們去 眾所周知 優惠對於大眾來講 都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處此行動 我們會採取一個優惠的一個策略 這樣子 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優惠活動 來增加顧客10%的銷售量 然後到最後提高滿意程度的方面 我們會讓顧客發表一些照片 以及文章去 與此同時 我們得到了顧客的回饋 以更好的提高我們的產品 然後接著是有優惠 去我們精美的小禮品 或招待咖啡 給顧客提供小確幸 希望能增加顧客的忠誠度 好 接著我將會對我們的推廣活動主題 稍加說明 首先第一個是 噗心瑜的策展媒體公關宣傳 網路以及社群宣傳 我們通過YouTube YouTube頻道 或者是Facebook主頁的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噗心瑜 以及我們活動的資訊 希望能利用網路媒體的力量 增加我們的曝光度 以及更多的人去了解到這個活動 然後對 第二個活動是 是購麻吉普心瑜的一個 發展門票銷售 這是通過網路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買到找鳥票 然後到第三個是心瑜餐廳 這是我們體驗行銷十分重要的部分 希望顧客能在餐廳中 處於十分優雅的環境中 享受和家人朋友的時光 同時在這邊我們也會提供一些機會 就是和文化大學一個產學合作 以及我們文創產品銷售的機會 所以這邊的話是我們一個一舉三得的好 一個推廣方式 然後到活動四 我們是希望是行動參觀導覽系統APP服務 因為當你去參觀服務館的時候 其實當你不了解 你會發現 好像我根本看不懂 但是我們推過這個服務 讓群眾再很便捷的 去了解到 更加了解到這個展覽 然後更有參與感 然後第五是星雲幸福咖啡館系列活動 就是我們會跟一些咖啡館合作 然後希望通過顧客在等咖啡的時間 他可以跟星雲的一些畫作去拍拍照啊 然後上傳到Facebook 然後以此增加我們的曝光度 然後第六是行動藝術郎發示篇 我們反轉了傳統美術館的形式 一個快省的概念 把一個公車打 用不幸運的畫作進行打扮 同時在公車上面會進行一些互動的遊戲 希望讓群眾透過有趣的活動 更加認識蒲心魚 同時也更加了解我們的產品 然後到了第七是蒲心魚特色後機室 然後第八就是補出一篇色彩 蒲心魚書畫展 這是一個互動的展覽 顧客呢 群眾能通過在裡面的一些參觀畫作 然後一些互動的創作 就能提高到對蒲心魚的認識 以及提高我們的曝光率 到第九是華岡博物館的虛擬博物館 就是Google博物館 只要你有一台掃進 你在世界各地 你都能瀏覽到蒲心魚的博物館 然後第十個是 新魚感恩五月天 直善供應拍賣會 除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行銷方案去賺錢 和行銷文化之外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部分還是社會責任 所以希望在這個供應拍賣會裡面 能讓新魚的作品進行一個流通 同時也能對社會有貢獻 然後到最後就是我們蒲心魚的 舒緩作品的收藏建廠班 這個建廠班的話 希望群眾能通過這個有趣的班級 然後去了解到蒲心魚 同時他們會不知不覺成為他們的話題 好,接著到我們預計效果的部分 在網路社群行銷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每年約有100萬人資的使用 然後在文創商品的開發 我們希望每年的收入會有100萬 每年新開發的產品有6個品項 然後是提高民眾會譜信於藝術品的認識 激發進一步了解的興趣 在複合式餐廳經營的部分 我們希望每年會物資7萬人資的造訪 被我家媒體美食雜誌報導 然後在展場行銷的部分 我們希望民眾師生的學者能在一起進行一個參觀交流 然後在量化上面 我們希望每年參觀的有1萬一次 謝謝